新聞繼續來看是柬埔寨的動力散布在在今年做大罪 因為當地剩下經濟條件很不好 港以國際青年相會 特別含台灣成譽慈善協會 在九號 特別在港以治的致董冠 那基本的家人捐衣 學愛團成的活動 目前包括在夏天的大人 還有小孩的三口含卡網 送還到柬埔寨 港以治典 民規是親自告現場的感謝 包括國際青年相會在來 各界省心人數 還有團體 讓愛沒有各界 港以國際青相會 董冠在會員和志工 將來自各界的愛心物資 足以分類 包括大人 還有小孩的三口含卡網 在這正經經濟條件 中有人力負擔20公斤的方式 早到柬埔寨來分散 讓黨內的冰粉家庭 謝謝我們嘉義市 市政府的大力的支持我們 來舉辦這個活動 藉我們合同館 讓我們一起做家人捐衣 讓愛傳承 愛是無止限的 柬埔寨有很多經濟兵困的家庭 加上近來的董事 三戶在幾年做大水 很多人都很欠夏天的三口再來的物資 台灣成為主三協會 至少關心到柬埔寨的民後 進行中一議進 同意國際青春會 也在幾年加進到 無接物資的行為 和在日當館 基拜的愛心 物資行動 同意市長吳明會 也在到現場第一 為當地的民眾 讓他們重建的工作 能夠更順利 今天很感動的是 不只是嘉義國際青商會 他把相關的友會也都找 包括南投 青商 還有 他的好朋友 幾乎全部都進來了 我想台灣人有愛 能夠共同把我們的愛傳揚出去 自己是個傳承 對愛是發揚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 讓大家看到台灣 看到嘉義 感謝一群年輕的好夥伴 我們嘉義國際青商會 在楊會長的領導之下 這個愛不但是傳承 而且是發揚 讓大家非常感動 所以我在這裡也呼籲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你還有夏天的衣物沒有用的話 那洗乾淨以後 麻煩我們可以再跟嘉義國際青商會 再做聯繫 我們可以把它送出去 讓大家感受到 彼此之間的溫馨跟支持與鼓勵 我們希望世界共好的這樣的概念 台灣人絕對有台灣人一席之地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認真努力 熱情的 大善良的好朋友 所以我們一起來努力 除了有青商會 無知不足 尚愛到柬埔寨的瓦洞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 來勢洶洶 大家要記得這些習慣 量體溫 勤洗手 減少觸摸眼鼻孔 避免出入公共場所 拱手不握手 發燒 咳嗽 流鼻水 請戴口罩 防疫工作 大家一起來